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来到5G方院 我国的部署呢 无可否认 真的比邻国呢 落后的很多 那么政府今年2月呢 就推出了MyDigital计划 成立了一家公司啊 叫做DNB 那么这家公司主导SWM 也是我们今天要重点来讨论的 单一批发网络呢 就引起了诟病 不少建议就认为啊 应该要开放这个频谱 给更多的营运商申请 让市场呢 更多竞争的 聊到这个5G的课题 我个人也是觉得它真的是一个鸡根蛋的课题啊 尤其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们就说啊 5G 虽然它听起来很高科技 但是呢 到底有多少的国民真的需要5G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呢 5G它到底能够如何为我们带来生活上的一个改变 而目前如果我们继续在SWM的这个批发模式之下呢 如果大型公司依然是没有办法妥协的话 是不是5G的怠慢 接下来也会怠慢我们的这个整个国家的一个发展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会和你一起来聊的课题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有网络安全公司LGMS的创办员 有冯中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中福早安 和我们打出招呼 主持人早 大家好 对 非常充满朝气的嘉宾 中福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聊一聊 就是过去我们都说嘛 4G服务其实引起了不少的一个批评 包括在疫情之下很多人居家作业都深感说 其实4G根本没有那么纯熟 那么来到5G时代 其实更大的一个差异在什么 我国是不是真的有了这个技术可以迎接5G时代 其实我要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5G跟4G最主要的差别 而且在这里也是可以解释一下这个5G的迷思 其实5G呢 通常适合在一个密集度比较高的城市 OK 来implement的 来实行的 到最后呢 其实我们还是摆脱不了4G的 我们还是需要4G 因为5G本身的科技主要是注重它只能在一些比较密集式的城市 建立它的基站来做这个5G 所以呢 到最后我们还是需要依赖4G 然后呢 5G到目前为止是不能取代4G和3G的 来到这个实际的那个技术上面 其实它有什么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比如说4G和5G的分别呢 最主要就是它的涵盖率 它的覆盖率啊 对 所以5G是比较短比较小的那个距离的覆盖率的 4G是比较长大一点的范围的 所以呢 其实5G呢 是在一些城市的地方 比方说密集都很高 而且很多那个建筑物这样子的地方呢 就是很适合用 比如说一些郊区啊 是5G是涵盖不了 是 我们周边的一些东南亚国家 已经开始5G的这个服务了 我觉得通常我们聊到这个5G的服务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大概的讲出就是 5G就是未来啊 5G就是这个科技数码化的一个转型啊 可是它真正的这个影响力它会到什么程度啊 5G呢 其实对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呢 在这一两年里面对消费者而言呢 它最主要的分别可能是下载的速度啦 对我们来说我们下载部电影可能需要几秒钟 这样子的比较明显的差别啦 对对对 其实5G的真正的用这个方法呢 用的方式呢 可是它需要有好几样东西来辅助了 比如说当物联我们的物联网IoT 这个情况物联网成熟的时候 5G是办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了 另外一点就是那个工业革命IR4.0 工业革命4.0 它是需要用到5G的 因为它呢 我们无论上速度或者是那个延迟性的那个 这个因素啊都5G都办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是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时代 就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 无人驾驶汽车啊 在马来西亚我们还没有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嘛 为什么无人驾驶汽车它需要5G呢 就是因为5G的速度快加加上的延迟性低哦 所以它能做的判断 电脑和网络能做的判断 往往比人的反应来的还要快 所以他们就需要5G 可是你现在看我们有无人驾驶吗 还没有嘛 是 另外一个好的例子的就是那个远程手术 做手术啊 比如说做手术我们不可能用WiFi 不可能用4G这个远程来做手术嘛 哦 所以它需要一个有延迟性非常低 而且速度非常快的那个科技来说 5G就是这样子的例子 可是你看我们还没有这个承受 我们还没有 你讲做做手术的机器人 我们可能还没有嗯 所以5G对我们来说 对消费者而言呢 就是可能我下载的速度比较快而已 嗯 但是真的来说 其实5G更大的就是像中福刚刚说的 就是在于工业这一方面 呃 主要就是因为它延迟率低 速度快 那么接下来可能可以跟我们来讲解一下 其实在马来西亚 如果说因为现在既然这个设备已经建立起来了 接下来它会对我国的这个其他的领域 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正面效应 有没有这一方面的正面效应是什么 我觉得正面效应可能要从城市 居住在城市的使用者来做 因为5G呢它也是非常难覆盖一些郊区以外的那些范围了 所以其实某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覆盖率不高 我们在郊外的覆盖率不高 所以之前我们不是有看到这些新闻 有些可能一些孩子要爬到树上 对对对对对 要去找一些比较好的信号 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覆盖率 5G其实老实说解决不了我们的覆盖率的问题 啊 呃 主要是还是因为它主要还是运用在城市里面 嗯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政府真的是要解决这个我们上网啊 我们呃能够上网的能力 我觉得先解决这个覆盖率的问题先 诶 我想我很好奇啊 就是如果说真的要解决覆盖率的问题的话 其实应该从哪一方面着手啊 呃 第一我们要见多一点计算哦 OK 这样子现有的科技其实我们可以做到了的 就通过4G啊或者3G 那只可以做到了 见多一点计算 然后呃 我们比较踏实一点的就是把4G搞好 猜猜看5G啊 对 其实我们聊到这个5G课题的时候 有很多的新闻焦点都会把它放在呃 就是它的好处 它将会怎么转型我们的城市对我们的国家带来什么经济上的一个效应 都是以好处为主 是 但是如果我们再稍微深入的搜索一下 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个国家目前对于demand的这个部分 其实还是会稍微的比较少的 甚至5G后面的有一些关键字还会出现unwanted 就是目前市场上还是对它有一点点的抗拒 那中福你本身觉得说5G在负面效应的这个部分 为什么市场依然还是有一个阻力在那里 大家好像没有怎么要接受它 呃第一5G现在为什么还不成熟呢 第一你看哦 就像刚刚我们讲到的工业4.0 我们还没有迈入那个时代 还没有完全迈入那个时代 所以能试用到的用户呢 比如说我们是消费者来说呢 第一我们消费者我们要用5G的话我们要换一个电话 要有5G支援的 对没错 而且5G电话也是不便宜嘛 不像一般上的所有的电话这样子 第一我要换电话 第二呢其实我们5G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 下载速度而已啦 对一般消费者而言 因为除了下载速度 我觉得下载速度跟 比如说我们平时用WhatsApp我们通讯的话 我也不需要用5G啊 对啊 比如说用4G3G也是可以通讯啊 所以最大的分别还是下载速度而已啦 可是它就是一个鸡跟蛋的问题啊 你对不对 就是你如果没有给我这样子的设备 为什么我要去买一个5G的手机 如果没有5G的设备的话 那我们的工业为什么要转型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解套的这个方案在哪里 我觉得要随着其他的企业带起来 这个5G才会收到重视啦 比如说我就刚才讲到那个物联网IoT 嗯 将来在我们身边呢 将会有很多所谓的呃 IoT啊都会出现的 比如说我们家里的家电都是用网络的 对啊 家里家电 比如说我们红绿灯也是可以有智能性的红绿灯 呃 智慧程式啊 所以我们的有不同的sensor在不同地方 这样子啊 这样子的情况呢 它带起来之后 5G就很密切需要的 嗯 中府讲完了之后 我觉得说这一段路好像还是很长耶 感觉上好像要至少花5年到10年的时间吗 我比较乐观一点啦 可能不用5年了 三四年可能吧 我觉得 OK 要进5G的话 起码要从一个城市 很密集的城市开始 嗯 啊 做一个实验性的投入 以你的了解 目前呃 已经推动的吉隆坡 不成 跟塞博加亚 是不是已经 比较适合 推动了吗 对 我觉得他们方向是对的 因为你要主要在密集度高的城市 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实验成果 嗯 焦区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现在我们要拭目以待了 就是看那个政府 他们能够做到怎样了 可是其实现在我觉得 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 这一个郊区覆盖率的问题 对 因为接下来居家办公 这一个也可能会是一个 嗯 日后的趋势 当然也可能是混合 但是我觉得 疫情也是让我们凸显了一个问题 就是居家办公 这一个稀缺性的问题 嗯 所以真正要解决的 应该是4G的问题 而不是5G 那么你觉得说 政府接下来在4G这一方面 还可以就是进一步通过 哪一个计划去加强 其实4G呢 我们是非常依赖 我们各有的营业商 我们马来西亚有好多家营业商 嗯 所以政府可以的话 我觉得可以 给政策上给他们一些方便 和协助 鼓励他们建设更多的基站 来增加他们的覆盖率 是 其实政府可以在这个 政策方面可以帮到 我觉得 嗯 是 这个部分还真的是需要 很多的努力 其中一个现在最为争议的 就是有关于SWN的模式 因为政府在今年2月的时候 就成立了国家数字公司DNB 他们就通过单一批发网络 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的 SWN的部署 5G的服务 如果你依然不明白 什么是SWN的话 在这里可以简单的解释一下 基本上它就是以垄断式的方式 只有DNB这家公司 是有办法建设这个 基本5G的基本设施的 它不像是之前的 这个3G跟4G 都是可以由 大型的电讯公司 比如说DG Maxys Selcom 他们都有办法 各自的有自己的基本设施 但是现在以垄断式的方式 来进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大型公司 就是我们刚刚提的那几家 他们没有想要参与这个SWN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政府呢 原本是要在今年年末就推动5G 哇 就是很隆重的让大家知道说5G的好处 可是现在都已经是来到12月23号 我们看到只有两家的公司 其中一家还是小金公司 所以以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 中福本身觉得说5G的推动 是不是会延迟到2022年 可能依然还是处于在一种模拟两可的状况 我觉得为什么他们那些营营商 他们都是比较抱着一个观看的心态 是因为主要是你看5G 如果是单一批发模式的话 在这个模式里面 每一个营营商他们没有个别的竞争特点 因为我这是跟同一个供应商买的 所以他们从商业的角度来说 他们没有一个特别优势的竞争能力 个别他们没有一个特别的分辨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营营商方面 他们还会持续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 观望态度来看 这个到底政府的政策会有什么改变 那么政府当然我们从新闻报道里面 也可以了解到 政府大概他们会在1月多的时候 再重新评估一下这个模式 单一批发模式 除了批发模式 还有什么其他的模式可以配合 这个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看到时候1月的时候会怎么样 可是其实在这个SWN的这个模式上面 虽然说它有一定的短处 但是对一些小型的电讯商来说 还是好的对吧 对 其实SWN这个模式呢 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 比如说大家现在都很喜欢买榴莲 很喜欢吃榴莲 然后政府呢 这有一块地 就跟大家说 OK 现在你们不能种榴莲了 这个地就算你住在那边 你也不能种榴莲了 现在由我来种 我种了之后呢 榴莲成熟说 我批发给你们卖 那么每一家农夫 本身是可以种榴莲的 他们说现在我不能种榴莲了 我现在只能跟政府买榴莲来卖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 到时候真的是政府 这个SWN这个模式的话 在这个模式以下呢 所有的营运商都必须跟政府买 变成他们的服务是没有分别了 这样子我们有好几个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从那个费用到消费者手上的时候 我们会给贵的服务呢 还是给便宜的服务 没有人知道 因为没有一个比较 所以营运商他们也不能 价格的部分 我先稍微的理清一下 像我们的财政部长就有说 价格会减半啊 可是你跟什么来比较来减半呢 因为没有的比较 你都不能 比如说我这个价钱卖很便宜 当你讲这个价钱卖很便宜 或者是很贵的时候 当然你是跟某些东西来做比较 对不对 所以如果只有一家供应商的话 我们拿什么来做比较 所以他接下来会出现的一个危机 就是可能才刚刚推动5G的时候 他会让你免费他会让你减半 但是可能三四年五年过后 那个价格就已经没有一个好对比了 所以这就是那个最大的价格风险 对不对 对 其实呢 理想中呢 其实在一个很理想的一个世界环境里面呢 这个模式是ok的 因为你大家都减低大家的成本 比如说营运商 我们不用投入自己的成本去做 而且我们不用做duplication 我们没有一个重复性 比如说在吉隆坡里面 我们架设一些技占了之后呢 我就不需要再重复再加是我的技占 因为我的友方呢 我可以用它了这样子 在这个完美的世界里面 这个模式是ok可取的 可是我们才是一个现实的世界 这个现实世界里面有这个 每个营运商都有它的商业的目的了嘛 对 大家需要一个良心的竞争嘛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上 大家都不需要竞争了 因为大家都没有一个分别了 所以我觉得 我看政府怎么样了 因为政府在医院的时候 听说他们会再重新探讨过这个 这个SWM模式 是之前听到一个蛮不错的一段话 就是你要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国家里面 想要落实这种比较共产的方式 它就会比较难落实一点点啊 待会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中复的 对那待会呢 我们也要来请中复来说一下 其实SWM的这个模式呢 在一些国家呢 有实行的例子 到底是失败还是成功呢 资讯之后呢 为你揭晓 欢迎你回到城市话题的节目现场 那么在节目当中呢 依然有LGMS的创办人 冯宗福跟我们来聊一聊 这个5G课题啊 刚在资讯的时候呢 他就有特别提到 其实像这一些 目前已经有两家公司 纳入这个5G提供服务的行列里头嘛 那么对这些小型的公司来说呢 确实是一个优势 但是即便你是先行者 也不代表你有后天的优势 因为呢 5G和4G啊 必须是相辅相成的 那中复可能这一方面 你可以跟我们来稍微说一下 对 其实好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就是 比如说一些公司 好像YES这样子 他们开始 已经开始可以提供5G的服务了 可是到最后呢 我觉得 因为5G其实跟4G是很相辅相成的 对 5G适合在一个密集度高的城市里面 当我们在用这个配套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城市里面是没问题 OK 都很好 可是我们离开那个城市距离的时候 我们就还要Fallback去4G了 然后跳回去4G 可是这个 这家公司本身的4G 比较起其他公司本身的4G 是怎么样的程度呢 所以 我们到时候就要看 如果它本身4G还是弱的话 到最后消费者 也是会选择其他运营商的吧 是 毕竟现在我们看到市场 其实都在等待着 这个5G的大型推动 可是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SWN的这个机制呢 它就阻碍这个5G在我们大马推行了 那中复本身预测2022年对于5G来说 它会顺利的进行吗 刚刚你有特别提到 现在我们在内阁当中 依然可能会在1月份的时候 讨论这个SWN到底要不要放宽 这个所谓的限制 但是以你个人目前的看法 你觉得大型电信公司会有要妥协的这个意愿吗 我觉得可能如果讲SWN来阻挡这5G的发展呢 可能未免太武断一点了 不过如果可以这样子说呢 SWN这个模式对很多营运商来讲 电信公司营运商来讲呢 都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那个模式 为什么 对因为通过这个批发方式 每一家营运商它没有本身的优势了 他们做不出本身的优势出来 比如说有些以前我们用回4G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讲 这个营运商它可能在市中心的信号比较好 它可能去到郊外的信号比较好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 可是因为这个SWN模式呢 它只有一家公司来承担这个所有的架构 所以每一家电信公司 他们只卖的就是他们的 他们的配套都是同样的配套而已 所以他们唯一可以分别他们的优势和弱势的话 就是他们背后的4G 所以到最后呢 我觉得5G对一般消费者而言 除非5G正是我们去到一个时代 就是所有的人都很能够充分的利用IoT 或者充分的我们在工业4.0的领域里面 可以充分的利用到5G 否则的话对一般消费者而言 我觉得5G现在可能是下载速度 所以中福觉得如果1月份的内阁的讨论 依旧还是维持SWN的话 我觉得营业上还抱着那个慣望的态度 所以我们民众就只能够继续的再等下去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于 我觉得是竞争的这一方面 因为你只有在竞争的时候 你才有比较 有比较才有伤害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作为消费者 你才能够从中选择一个更好的 当每一个都条件一样的时候 你就无从做选择 像中福说的 到头来消费者可能是会从 它4G的优势这一方面去考量 那么可能中福你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SWN这个模式在其他国家也有一些先例 那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这些国家进行到如何 其实SWN呢 在根据CSMA的报告 有好几个国家都采取SWN的方式 来批发宽评 所以有哪几个国家呢 我这边有这个报告 我看一看 比如说有墨西克 有卢旺达 非洲一个国家 还有白俄罗斯 那这三个国家里面呢 这个GSMA报告里面 我相信大家可以在Google 可以找到他们的报告 在报告里面 他们也是有分析 他这个国家到底通过SWN 这个单一批放网络 来批发是什么呢 而且他们这个报告里面 也是有阐述到 每一个国家 到最后他们通过批发网络的结果 都不是好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 我们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国家 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国家 我们敢于去挑战 去尝试去挑战 而且这个GSMA 他们本身也发布了好几个报告 有关于我们 甚至是我国推出5G的 他们也是有作为 我们的推出5G 做一个报告 来提醒一下我们的政府 需要注意什么细节的 这些报告 我们大概都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的 可是刚刚中福提到的那几个国家 基本上都是在发展中国家 那我们马来西亚真的没有这个机会 就是透过SWN成功吗 因为毕竟 因为中福已经在摇头了 因为我个人觉得说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 其实也蛮走向数码化的 对于在数码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绝对比这四个国家 还要来得好的 难道就连一点点的机会都没有吗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要认清的一个现实 就是SWN已经在执行当中了 它导致我们是没有办法有后退 它可能顶多SWN再加一些电信公司 慢慢的开始进来 但是SWN已经在执行了 所以我们只能够成功不能够失败 所以你觉得马来西亚 成功的几率还是很低吗 我觉得SWN虽然是推出了 我觉得政府不会把它收回 这个是第一点 那么在推出了之后 我们政府能不能容纳一些混合的模式进来 那个才是最主要的重点 就是政府还不会容纳一个开放的方式 给其他运营商 比如说可以自己有自己的平谱 可以申请自己的平谱来操作 而且其实这一点也是跟我们政治有关 其实老实说SWN这个模式 在一些非常小的国家 而且建设非常比如说比较落后 可能私人企业里面没有这个能力来制造 建设这个架构的话 我觉得SWN是OK可行的 你刚刚讲的是一些比较小的地区跟国家 SWN就会非常的成功 而且可能他们国家本身 他们营运商的能力 可能是财力实力没有那么强的话 OK通过政府来承报这个建设 我觉得是合理的 可是如果像马来西亚的话 你看我们都有好几家 大型的地区公司 对而且他们本身也是有国外的经验 很多都是有国外的经验 由他们来建设5G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本身也是有能力来建设这个5G 可是基于我们的政府的政治因素方式 他们现在不能做任何东西 所以是要看这个SWN 政府能不能采取一个比较开放的角度 中福刚刚你提到混合模式 那么根据你的这个建议 混合模式应该怎么样进行 就是在这个SWN的基础上面 怎样去做到混合 混合就是说 比如说SWN对一些比较小的营运商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ES 这是很有优势的 他们不需要建设 但是对一些比较大型的那些企业 比如说他可能是 他要建立自己的架构 他建立自己的那个infrastructure的话 他如果政府可以批准 他们有自己的频谱 有自己的那个spectrum 他们就可以操作5G了 所以我觉得混合模式也不需要太复杂 就是说你能不能开放一些频谱 给这些供应商来提供他们的服务 这样子而已 所以所谓的混合模式就是所谓的DM 又或者是C公司 他们都可以有自己的基本设施 但是如果是小型公司的话 全部就fall under这个SWN 我觉得政府可以采取一个比较开放的方式 就是说你有一些生意的部分 可能你是采取批发模式的 有一些生意你是可以用自己的infrastructure 我就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是一个营业商的话 可能对一般的消费者 我觉得我用这个政府的批发模式就好了 可是我还有另外一群那些客户 我可能是企业的客户 或者是工业上的客户 我可能要用我自己的那个infrastructure 可能我的那个费用比较高一点 价格比较高一点 可是我有自己的那个设备来服务他们 是分开可以有这样的混合模式 我觉得接下来如果说 SWN的这一个基础上面 可以继续往这个混合模式进行的话 我觉得对于市场的竞争来说 甚至对消费者来说呢 是利大于弊的 可能中福可以跟我们稍微的讲解一下 因为我们一直说嘛 我们的国家的这个5G部署 其实比邻国来的慢很多 那么可能其他国家可以有一些参考的例子 就是他们的5G是如何进行 然后也相当成功的 其实5G呢它本身是不能单一独立的成立的 不能单一独立的 就是说你不能说我建立一个5G基站的话 我就速度就变得非常快了 5G它本身后面还是需要依赖一个backbone 它还是本身后台是需要一个依赖一个光线之类的backbone 所以你看一些国家比如说韩国 韩国是全世界那个high speed broadband routine最高的这个国家 差不多每一个地方你就可以拿到高速的那个broadband 这样子的国家呢 而且城市密集的话 他们做这个5G都非常简单 他们只需要驾驶机站 然后把机站建立在他们的光线上面 他们就可以做到5G非常好的5G 可是像马来西亚我们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马来西亚还是一个覆盖率的问题 我们覆盖率 在马来西亚我们光线的那个fiber的覆盖率 在整个国家到底有多少%呢 我觉得我不是比较起一些国家 好像新加坡韩国这样的国家 我们在地理上有一个缺陷 就是我们很大国家很大 所以你要涵盖一些比较郊区的地方的话 我们是比较难一点的 所以5G其实它本身是不能完全独立的 它还是需要这些很基本的infrastructure 在进行 所以我们先把infrastructure做好 我觉得我们才去考虑5G 有没有拿一些例子可能可以给我们的 就是让我们国民对5G的期待值 可以稍微的拉高一点点的 因为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我们的国民对5G还是觉得可有可无 有就有吧 明年2022年一整年都没有5G的话 也无所谓 那中福有没有本身 可能可以拿一些国外的例子让我们的国民对这个5G有更多的期待的话呢 那如果明年它真的能够正式推动的话 大家就是可以很踊跃的采纳它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国家才有办法进步 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中国在中国很多5G的例子 在中国很多智能城市 智能城市它有没有自己的无人驾驶巴士 无人驾驶汽车这样子在运行 可是马来西亚还是没有这个能力 不过对消费者而言 5G就是下载快 我们下载电影快 可是你看回一些比较基本的 我们的用途 比如说我们平时我们就用视频对话 或者是我们用WhatsApp这样子 我们也是不需要5G 所以我觉得这个想象力的部分 依旧还是要回归 它真的就是一个鸡跟蛋的问题 这个想象力有办法多么的丰富呢 它就要回归到我们马来西亚 到底有没有办法落实这个5G了 所以希望这个5G的课题 在明年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一些进展吧 主要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政府 到底在这个政策上 它会怎么样的进行部署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于 当这个5G已经开始跑了之后 其他后面各领域的这些行业 是不是也要趁着这个优势追上来 不然的话就指于有了这个设备 但是我们其他方面 比如说工业4.0 还是一点头绪一点眉目也没有 那这个也是指于一个网络 然后对消费者来说 就是一个下载速度比较快而已 我觉得这个就没有达到 它实质上的目的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 也是非常感谢邀请到中福 跟我们分享那么多 它本身是网络安全公司 LGMS的创办人 谢谢李宗福 谢谢